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1987年10月19号30周年的时候 国际股市的变动会不会影响到台股 第二个 台积电在礼拜四盘后法说会之后 对苹果股会有什么影响 这两个重点很重要哦 仔细听好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你也看到了 不要说我马老师讲 在礼拜四大盘又是挑战10798创27年新高 但是在冲高的过程里面 来 你仔细看 整个大盘的节奏有没有 来 冲高的过程成交量并没有很明显 没有明显的放大 同时你仔细看台积电 好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们把游标移过来一些 你看 在整个台积电的股价 那 礼拜四法说前先创历史新高241.5 结果收盘呢 怎么会收最低 那么你关切了两个重点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国际股市在礼拜二下午两点过后 台股市没什么事情哦 台股市尾盘压回16点 但是在礼拜四下午 来 香港股市两点过后 急压回 收盘跌了552点 跌了1.92% 盘中最低跌了600多点 整个K线上 也是创高以后呢 长黑K624点 为什么 你先看我的测标 我说这个时间点是一个 苹果股的大洗盘 我在上礼拜六 两场的讲座里面呢 我告诉大家 10月份会有个大洗盘动作的时候 会出现最佳买点 押回来买 不是叫你去追加 高档我有带你避开 甚至带你去放空 那回下来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呢 如果高档一直叫你买股票 就好像11月份 一直叫你去追涨停满的股票 意思是一样的 大家最关切的 香港股市为什么跌552点 收盘跌552点 跌了1.92% 害怕1987年 今年以来标普跟1987年的走势很类似 很类似 害怕说这个盘是 外资所台积电 所美国道琼的指数成分股 全球ETF的表现 我们在之前跟各位讲过 4兆美元的ETF 会点爆全球股市的时候 最怕的是指数股一杀 哇 像8月3号 哇一下子跌很多 这些你都了解 那我跟你说过 我们要的是什么 高档带你卖出苹果股 8月底9月初的时候 好多分析告诉你说 iPhone 8 iPhone X要上市了 赶快去买 才一个半月 大盘指数礼拜四 还在挑战27年高点 结果你发现什么 苹果股跌两成 跌三成 跌四成 可成修正了三成 郁金光修正了四成 怎么这么可怕 真正洗盘下来 我告诉你反而是机会点 你自己不要乱猜 你自己也不要去乱摸底 我带会员不会说 天天去买天天去买 然后拿最低点跟你说 这个关键重点 在整个道琼 它这一波来 将近九年 涨了多少 2.58倍 美国不是次贷金融风暴吗 次贷金融风暴 六四六九 涨到两万三 涨了一万六千七百点 当然要小心它的反转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 不是在做美国指数 我们是要做台湾的股票 礼拜四贷金头版 一整版 爆什么 礼拜四的贷金头版 告诉你说 苹果供应链 i8大砍 砍单砍了五成 怎么会这样 你当然可以解释说 因为苹果要充iPhone X 可是iPhone X的量呢 从年中的时候 市场估计 年底可以出九千万台 九月初的时候 四千五百万台 四千万台 降到十月初 三千万台 甚至有些外资的报告 看到剩两千万台 这个数量 iPhone X也是一直降 因为关键的3D零组件 3D感测的零组件 被卡住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 当市场礼拜四 苹果供应链 在爆料的时候 i8砍单五成 结果呢 玉金光跌七块 那iPhone X也是被一路砍下来 会不会受影响 当然会 合作更不用讲 跌更重 跌了两块二 那iPhone X如果再减少的呢 对苹果股 会是谁影响到 台积电 2330的台积电 10月19号 礼拜四的法说会 利多 结果你看它的K线形态 有没有看到 台积电 礼拜四 冲到241.5 结果收盘呢 收在当天的最低点 这些我们都知道 你也看到了 谁带你做这个动作 真正在高档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很多很好很好 市场很多人在追的股票 为什么我带你避开 9月5号 579的运金光 你现在回头一看 来 9月5号在什么价位 在这里 9月5号 579在这里 9月6号 567 9月8号 540块 540块 我收市带你避开 9月5号 9月6号 9月8号 带你避开 礼拜三跌到349 礼拜四又继续下跌 只是碰到五日线 这一路修正过程里面 一个半月 股价高档拉回来 四成 怎么会这么多呢 很多投资朋友 在最近我的办的讲座里面 甚至Lite Ad的好友 一直问我说 马老师 玉金光 我们550买的 560买的 580买的 跌到现在 怎么办 该加码 还是说先卖掉 下来再接 这些我都完全帮助大家 我不会说事后才讲 关键的重点 你看到这一波 我还特别告诉你 还记不记得 9月11号 64亿 爆出64亿 大出货 那个时候505元 9月19号 425.5元 10月17号 369元 到礼拜三最低点 349元 落底了没有 这一段下来 我们代会员操作苹果股 可以说是 玉金光高档避开 一路到现在呢 你看到礼拜三 这一段的修正 247块 247块 跌幅超过四成 是不是我带大家避开了 那么同样的 2474的可乘 来你看一看 9月4号 376 我说法人持股松动 结果三大法人 9月份大卖 37700张 2474的可乘 9月4号在这里 9月4号在这里 跌到276块半 真的快100块 我不是说带你去做放空 他这一段因为有出席 但是我在节目上也请你避开 有没有 这一段 300多块 376 335块 一路跌 跌到哪里 跌到276块半 是不是跟各位讲过 他的iPhone X的题材 今年没有 可曾今年没有iPhone X 相对你又看到说 他iPhone 8被砍单一半 那怎么办 这些关键的重点 从376 真的带投资朋友避开74块的下跌 扣掉除息 也有64块 那你说真正落地点 谁会是赢家 不是叫你高档一路抱 一路抱抱下来的 一定是高档带你避开 那么这些个股 苹果股一档接着一档 你看到夜成 364块 8月31号 有没有 8月31号 MACI加入他的成 当作成分股 6456的夜成 8月31号在这里 8月31号在这里 礼拜三跌停版 礼拜四最低又创了新低 272块半 谁卖的 外资卖的 不是我马老师带会员去做追杀 也不是我在节目上一直打压他 我节目上一直提醒 我们苹果股高档带你避开 低档呢 我们会是赢家 尤其是这一次大洗盘呢 现在已经跌一大段以后 你会发现 越是跌下来速度越快的时候 越接近底部位置 但是投资朋友一般你都受不了 我们不是只有 那个8月31号哦 9月4号还记不记得 礼拜三杀到跌停版 最低来到275块半 那礼拜四呢 最低来到272块5 真的外资卖的 不是我马老师卖的 那么我们也告诉大家 你看到指数股修正的时候 你记得外资的股票就是不要碰 全资股不要碰 相对的你要锁定的标的 是什么标的 苹果 iPhone 8 iPhone X 最大最大的关键点 3D感测 3D感测 它这一波造成它缺货的因素 谁能够做3D感测 这真的是有专业的 我在节目上这几天 我一直告诉大家 3D感测 未来五年 法人估计会成长20倍 大增20倍 今年如果不到5000万套的话 更不止20倍 比20倍还要多 3D感测族群 我知道礼拜三礼拜四 也有很多个股强势的 别人带你去追价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不会带你去用追价的方式 3D感测的受贿股 我昨天说压回来低阶 你看礼拜四 礼拜四是上涨 冲上去 我不是带你追价 压回来低阶 它是不是一个大底结构 这是周线图 几万张的成交量 它已经发展到 第二代的3D感测晶片 相对的底部一旦完成 你要趁着这个行情 做一个苹果股大喜盘的时候 不是iPhone X的受贿股 不是iPhone X的受贿股 反弹还是要调节 还是要卖掉 卖掉之后 回来去锁定3D感测 它是受贿最大的主轴 压回来去做买进 那么我也告诉大家 第四季 我帮你选择稳稳的标股 三匹马成标 三档股票成负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操作方式 是不是该避开的带你避开 该看好的标的带你拉回来低阶呢 更重要的 很多一些弱势的个股 该避开的你不要随便抢短 先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以上是记者哨庭 在街头的采访报道 记者目击一场车祸 由于两台机车相撞 造成三人受伤 车祸主要的原因 是由于跑车并排停车 小姐小姐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并排停车 我只是说去买东西 谢谢阿姨啊 我也不知道是这么严重啊 方便一下子 破海的妹子 请务并排停车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库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库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库 亚洲头库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我学习的快乐 在我做事情上面 我就更有深究感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模式 让自己的餐人 发挥出自己的处理 而三用你们所有的食物经验 技职训练可以让你具有更大的勇士 找寻出自己道路的方向 技职教育 到我我无限的 选技职 好好读 有前途 消灭灯格热 仔细清扫 立即做 饮水积水盘 若有积水 要倒干净 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 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花瓶底部 盆栽底盘 要常常刷洗 避免温软附着 不使用的水桶 记得倒置晾干净 别忘了食温鱼 也是消灭极绝的小帮手哦 防止灯格热 清干净 倒干净 刷干净 晾干净 大家一起来 你未来想做什么 如果你对未来感到茫然 找不到方向 产业人才 投资方案 请不要停止前进 相信每一段经历 都是蜕变的开始 相信每个人 都有改变的机会 从现在起 找到自己 找到未来 劳动部 劳动力发展署 陶竹苗分署 欢迎回到亚洲之星 那么在盘市 我相信你看到礼拜五 指数一阵当 开始扩大的时候 你一定会想到 我马老师跟你讲过 当九月初 很多人叫你去追苹果股 我告诉你什么 小心高点 甚至还告诉你说 九月十三号 iPhone8上市之前呢 小心利多出镜 你现在回头一看 好多苹果股 跌两成 跌三成 跌四成 为什么我又对了 我在上礼拜六的 讲座里面 我还告诉大家什么 苹果股接下来会 十月份一个起盘 怎么样会出现 最佳买点 但是不是所有苹果股 我跟你说过 未来的主轴是在 iPhone10的时候 iPhone8呢 一定要避开 有些个股 是不是iPhone10的 受惠股 你看到这一波 礼拜四大盘 还在冲高的时候 伪创 合硕 可乘 为什么先拉回 甚至连郁金光 好不容易 礼拜三反弹一下 礼拜四又下跌 都会受影响 不要小看这个影响 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 你看到苹果手机 对台湾GDP的贡献 真的非常大 很多很好 获利很好的苹果股 就是要高出低进 你要赚价差 才能够真正掌握住 行情的利润 你看到礼拜四 合硕 是不是 玉金光 又跌7块 那么在高档 有没有带你避开 9月5号 9月6号 9月8号 3406的玉金光 9月5号在这里 9月5号 9月6号 9月8号 一路跌下来 10月1号 10月14号 两场的讲座里面 我还告诉很多投资朋友 为什么玉金光这么弱 是真的有他背后的故事 结果呢 我又印证又对了 全省的投资朋友 你都是我的见证人啊 那关键重点 这一段行情回跌的过程 玉金光 64亿耶 9月11号 505块的时候 是不是在大出货 我当时盖牌奖的时候 你不相信 你现在回头一看 跌下来 跌到349 505 是不是在大出货 505跌到349 156块 不是只有一次 9月19号 为什么跌停 10月17号 又杀到跌停 不是台面上说的那些资讯 它背后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到礼拜三 有没有 玉金光杀到349块 349块 跌下来 很多投资朋友 已经很害怕了 500多块 很多人在买 买完以后 甚至460 480 440 一直在加码 跌到349 全部都受不了 反弹一下 那么这一段的位置 你看到从596 跌到349 跌了247块 真正落低点 请问谁是赢家 很多投资朋友 资讯费不要省 你省这个资讯费 你看到这一段的行情 买早了买早了 一杀下来 一杀下来 马上又是30块 50块以上 一张两张就差很多 不要说那种五张十张的 还包含了可承 可承在9月4号 我就跟你预告说 他是法人持股松动 结果 9月份三大法人 大卖37700张 你回头看看 9月4号在这里 中间有除息 大跌快100块 反弹上来 我也告诉你 不要追 结果真的又跌下来 外资一直调高目标 调高目标 然后卖下来的又是外资 坏不坏 真的 不要看消息面做股票 很多投资朋友 你看我节目 你都知道 我节目上跟你说过 这是不是一个M头架构 M头架构 仅深52块 等幅测量 是不是要破300 最低达到276块半 结果呢 我讲的一个个都印证 到礼拜四 又跌两块 哪边是买点 会不会打第二只脚 第二只脚的低点在什么地方 是可以进场的 这些都是要专业的一个掌握 不是随便乱拆 也不是跟你设飞标 一直往下买往下买 绝对不是这样子 还包含了夜城 为什么8月31号364 9月4号358.5 你现在回头一看 8月31号 9月4号 礼拜三 杀到跌停板 怎么外资又调降了 那个陈宏呢 你看到礼拜三的时候 杀到跌停板 害不害怕 会 会很害怕 股价最低来到275.5 已经跌了100块了 股价跌100块下来 他的获利 法人看法还是看很好啊 结果呢 你又发现了 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外资法人 你看到陈宏 有没有 陈宏在礼拜四 最低点 来到272.5 又破低点 更不用讲那些投机性的股票 之前我就告诉你说 破景线 结果真的大跌六成 7月份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 后来反弹涨了一倍 连光通 连光通 结果股价呢 真的就一路杀下来 一路杀下来 10月17号 大盘一震荡跌51点 马上又杀跌停板 投机股更要避开啊 有一些没有赚钱的公司 没有赚钱 甚至本一笔过高 都是投机的力量 这种投机的力量 避开 不要随便抢 真正该买的是什么 苹果股 获利还是最好 但是股价 跌两成 跌三成 郁金光跌四成 可曾跌三成 你也不相信 跌了一百多块 郁金光跌了247块 跌四成 你也不相信 因为很多人跟你讲说 五百多块可以买 四百八 四百六 四百块 三百五 结果呢 买到三百四十九 好像赚到短线了 那礼拜四一跌下来 是不是又担心 要不要卖呢 关键重点 不是这么操作啊 好的个股 要等它的 最佳洗盘买点出现 才会带你做进场 到现在 可曾郁金光 成红 甚至包含了夜成 为什么我还是告诉投资朋友 最佳的点位还没有到 礼拜五会不会来 我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甚至我告诉你说 这波iPhone X缺货 最大的关键 三D感测 未来会是主轴 那么三D感测 你看看 我相信法人的报告 你也看到了 这种五年会成长二十倍 绝对你也看好 就跟之前我讲电动车一样 但是股价真的回挡呢 你又不敢买 又不知道买什么 其实投资朋友 你都看到了 我们这几天 我一直跟你推荐说 三D感测 回下来 是有很好很好的机会 我也不是带你去追那种大涨一倍两倍上面的股票 它的股票已经出到第二代 跟大厂要合作出货 股价是不是一个大底结构 压下来可不可以买 这个机会点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不要看到行情走势 涨上去了 又想追 那跌下来呢 礼拜五要搜周线 搜周线还到其次 而是很多个股 尤其是苹果股 在礼拜四的头版新闻里面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说 iPhone 8被砍单一半 那iPhone X呢 从年中的预估九千万只 九月初的四千五百万只 九月底降到三千万只 甚至现在有法人看到说 今年年底降到两千万只 哇 利空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我就告诉你 iPhone X还是主轴 但是不是一直往下拆低点 真正出现低点 礼拜五 会不会因为大跌下来的话 有些好股票开始出现低点了呢 我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就好像3D感测 有没有 3D感测 整个受惠股 我说可以逢低买 礼拜四是上涨哦 我也不是叫你去追 它的上影线已经开始突破了 包含了可以支援 3D手势控制 脸部辨识 VR AR 还有无人机 这个机会点非常难得啊 那行情震荡 不要在乎指数 避开外资股票就好 要把握机会的是 我帮你选好 第四季的稳标股 三匹马 成标 三档股票 成富 我一档一档的 带你来做承接 把握一年辱面 最好最好的 第四季旺季 好好把握中场的资讯 直接跟上我的脚步 礼拜五 我会带你做进场的动作的时候 直接通知你 也祝大家周五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